今天新闻深一点的专题报导 我们要针对的是通过古迹审定的碧檀吊桥和都市更新的争议 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整个事件的始末 为何一座吊桥和都市更新会扯上关系呢 透过我们的系列报导带你一起来了解 民国16年新建完成的碧檀吊桥是新店著名的地标 它之所以珍贵除了是因为历史够悠久之外 最特别的就是采用了乌岗球轴承的设计 而东岸吊桥的蹲坐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都是在私人的土地上 因此如果有人合法的提出了都更的申请 这块土地很可能就会被都更 然而落在都更范围内的吊桥蹲坐 究竟该怎么办呢 是该迁移还是要拆除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引发了都市更新 以及吊桥保留的争议 华丽的建案美丽的都更愿景 名为碧檀官邸的都更案 在2010年新北市政府办理的第一届 新北市都市设计大赏中 荣获特别奖 报得6万元奖金而归 讽刺的是2012年6月21号 知名周刊披露了这项都更计划案 其实还纳入了碧檀桥蹲的基座 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环蒙人士与地方文史工作者认为 一旦动了基座碧檀吊桥 将可能永远消失 在基座周边一个不到一米的地方 开挖往下开挖深达15米的地下结构 那第二个方案是 把这个蹲座移动 移到旁边一点去 那经过结构专家的 结构专家的计算 不管是这两个方案的哪一个方案 都会对碧檀吊桥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严重的甚至是垮桥 拆桥垮桥的传闻甚嚣成上 逼得新北市政府赶紧跳出来逞其面火 我们的碧檀吊桥的桥墩 还有包括它缆线投影的下方的土地 其实有一部分是位在私人的土地上面 那换句话说这些私人的土地 长久以来将接近80年的时间 它是被我们的 等于是公共设施是站在上面的 新北市都更处强调 除了是因为私人土地 另外依照都更条例 政府只是依法受理并无任何的不妥 但从都更案的计划范围中 可以清楚看见 有近70%是属于公有地 也因此地方文史工作者 就大力的抨击政府毫无作为 你将近70%是公有地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是你政府你国家的土地 那你自己国家政府的土地 难道你自己不能够表示一些意见吗 一件都更案牵扯出吊桥的安危 也让都更基地在公私地比例上 的问题出现了争议 此时有人建议为何不干脆征收土地 就能够让都更的依法办理有所解套 然而地主不愿意 都更处更说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我从小出生在新店 我有相当的情感 我为什么要被征收呢 当然过去没有征收的计划 那既然现在有都市更新的这个案子进来 那也有实施者愿意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后续市政府会对于未来这个吊桥本身 比如说我们要相关的维护等等 相关的使用权等等 这个后续在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们都会再能够确定 市府消极的被动立场 让都更案与吊桥的安危紧紧相细 为了消弭外界疑虑 都更处一再表明没有安全就没有都更 人都会老 我们的这个结构物也是一样 所以当初才会提出来是 是不是这个我们就为了安全 日后的安全就是我们重做一个新的基础 把基础打到这个打桩到研盘 那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处理的方式 高龄近80岁的碧桥对工部门来说 就是个该整修的建物 如此一来不论是基座迁移 或者是重做基座 碧桥就真的安全了吗 我是觉得说 第一个他没有设计桥的经验 没有设计桥的经验 他根本就是想说 我鞋过结构鞋 我在鞋要鞋过结构鞋 然后我就照做皇后的方式来做桥 其实是老人家 你年纪越大 你应该让他喝重减少对不对 或者说你保持不动 你又给他加25岁 就像一个老人家都背了100公斤的米 每天都背100公斤的米 到75岁你就可以加25公斤 他不立刻垮掉才怪了 台山倒海的质疑声浪 让这个都更案备受关注 更考验着政府单位如何在都市建设 与公共资产保存 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而我们也从这个引爆点当中 看见政府不断地提出一个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却在人民的检视下意义破功